家里的电热水壶坏掉了 平时都是用这两个工具来冲咖啡的 这一次打算买一个二合一的这个电热水壶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个物品 我们选择的是Tifaro的这一款电热水壶 原价好像要一万三千多日元吧 现在做活动一万一千日元就可以了 虽然也有一些便宜的牌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喜欢这个款式吧 所以就决定买这一款了 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拍视频剪视频 这样我自己可以掌控 心里也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也会感觉到愉快 前面的户外视频是请我老公帮忙拍摄的 他也不懂得怎么拍摄 然后他也不愿意在外面拍摄视频 所以我的户外视频很少 因为没有人帮忙拍摄 并且每次他帮我拍户外视频的时候 都是很不愿意很拘谨 也让我感觉到有一点为难他 也会让我感觉到心里不愉快 所以还是自己一个人拍视频剪视频吧 上期视频跟大家说 我爸爸妈妈感染了 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康复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支持 不过现在我的姐妹也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了 也没有办法吧 好像现在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不过我看国内的视频 大家都还挺乐观的 也是一种苦中作乐 这种乐观的心态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从何时起 我也开始喜欢喝咖啡 而且是喜欢喝黑咖啡 不加任何修饰的咖啡 感受咖啡最原始的模样 感受咖啡最好 买了这个新的咖啡壶 就可以把旧的冲咖啡的两件套可以舍弃了 又减少了一件物品 还蛮开心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说明书上说 要把水烧开两三次倒掉之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一个人独自开箱安装 看说明书做这些事情 其实还是蛮惬意蛮享受的 以后我们的早餐咖啡家面包 又可以用这些新的工具来使用了 听说烧水的速度会变快 然后也有保温以及检测水温的功能 可以提高我们冲咖啡的效率与质量 其实我现在买物品主要不再是买一个物质 还是想给自己买一个方便 买一些不麻烦自己的物品 这是我简单生活之后 在消费上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观点上的改变 最后一点内容 看一下我老公每天简单帮我冲的咖啡 感谢观看 喜欢咖啡在冲泡过程中 所飘散出来的神秘而诱人的香醇的气息 喜欢细长而弯曲的咖啡水壶中 缓缓流出来的温热的水 与咖啡相碰撞 一伸一吸一急一缓 将最美味的精华萃取出来 集成一杯香味、苦味、酸味、甜味 融为一体的黑咖啡 抿上一小口 咖啡与唾液在口腔中融合 在轻轻地、缓缓地融入味中 感受温热、苦涩和甘甜 明天起两个孩子要放寒假了 圣诞节、元旦 年底的各种准备 我又要忙一段时间呢 时间过得真快呀 几个月前 我刚说我解放了 感觉没有说多久 怎么又开始放假了呀 不过没有关系 有咖啡 有咖啡帮我提神 帮我抗疲劳 等我每天喝咖啡 不会超过两杯 人生就像喝咖啡一样 先尝到苦涩 才能感受到甘甜的味道 人生也像喝咖啡一样 再喜欢的东西 也不能过量 不能贪杯 适量就可以了 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